補充饭地入门里面,入门的部分 其实我也都会做update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会在 课程的范例,我会尽量就是说 你再做一些新的 刚好同学有问到几个问题 像这边也叫宴会牌桌 这个宴会牌桌是这一期的那个入门班的同学 他就把他所学的 用在他,他应该是做那个饭店业 比如说每一次不就是会有很多那个 比如说朋友,就是像婚宴 那到底谁应该坐哪里,要怎么坐 坐满了之后,应该换下一桌 那你有时候要排桌,非常麻烦 所以他就自己写了一个叫做什么 宴会牌桌的一个简单的VBA程式 就是说可能那个就是客人就给他一些清单 比如说他亲友好了,有多少人 然后这个人如果来的话 他跟那个亲,是什么关系 是男方亲友,还是男方的朋友 还是男方的同事,或者女方 反正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然后呢,有没有带小孩 诸如此类的,他就利用这些就是条件 然后呢,非按个按键的,自动帮他做排桌 我是觉得他的构想还蛮好的 但是他也做完了,做完之后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不会什么,框线 就是他排完了,但是那个表格缺了一个东西 就是印出去没有隔线,没有框线 那他没有框线,他当然也可以手动去做 不过他就觉得说是不是VBA里面呢 可以用那个什么,物件 可以自动的帮我们画我们要的表格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 他的范例档在这里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下来 然后里面的话,当然是没有框线的部分 但是框线的部分,其实我也查了很多VBA的书籍 里面其实真的是讲的不太清楚 那当然如果你要在你的表格上面画框线 如果你不会使用,你也可以用录制具体的方式来做 不过你会发现录下一大堆东西 好像也不是你要的,但是至少会有线索 那后来的话呢,其实我就用一些方法 大概查一下,大概其实主要框线会需要有三个地方的设定 第一个设定就是它的样式 到底是比如说虚线还是实线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框线的颜色 第三个是框线的粗细 大致上,顶多就是在框线要不要填颜色 不过填颜色我们是额外已经在Intel Color里面有做 所以就主要是三个 那再来就是说你是整个范围的做设定 还是单一个储存格的设定 一般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范围的话 那我们就整体做一个框线设定的话 基本上并不是很困难的 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程式码就在这里 他希望就是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这次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它做出来 就是说大概会有三个步骤 一个是加实线 一个是加实线加红色 一个是加实线红色再加出线 所以三个阶段 这个是最后的示意图 那至于那个牌桌 那些同学已经有写了 你就你们就参考看看 因为他也是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后会有一个按钮叫做清除框线 OK,应该懂我在这个示意图的意思 然后当然你会希望那个按钮 可以有那个效果出来 所以其实加实线 那加实线怎么加 其实非常简单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按钮的答案就在这里 应该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简易吧 第一个是 Range 你的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一个储存格 这一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Bolders 它有个物件 就是Range里面的纸物件 也有一个叫Bolders 顾名思义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 就是那个框线的这个纸物件 那它的实线的话 一般会用一个属性叫Light Light LightStyle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查得到的 你只要在游标放在这上面 按F1 它这边就会出现说 它的Style的形式有哪一些 那你可以去里面找一下实线的那个 它的那个叫做常数 你就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如果你要虚线也有 你就把虚线贴过来 这边虚线 OK 非常简单 所以等一下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加在我们等一下的那个练习里面 马上可以套用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功能不会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 再加一加加一加 以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 其实都做得出来 OK 那加实线加红色就多一行 Boulder 加S Boulder 点Color 那点Color 我讲过啦 只要跟颜色有关的喔 你就要想到有一个函数 叫做RGB 有没有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反正以后在VBA里面 你只要想到颜色 你用RGB就对了 其他你不用想太多 很多书里面介绍一大堆 我觉得都不实用 最实用的就是用RGB 反正你怎么设定 你的颜色如果不知道 去查一下就有了 所以第二个颜色就有了 那你要红色就红色 25.00 那绿色的话就02550 应该了解这意思吧 如果你要更其他颜色 你就自己去上面可以查得到那个数字 OK 再来的话就是实现颜色 再来就是粗细 那粗细的话 再来就下一个 就是第三行 这一行 就有个属性 它的属性叫Vit Vit一般的话是指的是宽度 他这边的话是 不过反正你他逻辑是叫宽 那就是有点像体 叫体重 对体重也是 就是多重 不过在这里的话是指的是他的粗细 也对 因为如果看起来比较胖的 应该看起来也比较粗 对 看起来比较细 就看起来比较瘦 所以那个逻辑可能有点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粗的 或者是细的 其实你一样可以油标放在这个 这个上面按点腕 它也会跳出一个说明 那那个说明里面有个连结 你点进去 它就会有粗细的设定 那个叫常数 你可以把那个常数贴到这边来 它就会得到你要的粗细了 当然理论上 如果说你要再细一点 或者再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大概这三种应该就够用了 暂时够用 接下来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范围 或者是一个储存格也可以 你只要一个储存格也可以 甚至是你要跳着哪些要加框框 哪些不要加框框也可以 比如说你要什么 黄色的地方加框框 没有黄色的地方不要加框 你可以这个sale 这个sale 就加框框 其他不加框框 你就是不要range 用sales 哪个sales给它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最后清除框线的话就是 把它的lifestyle 后面传给它一个就是xl none 没有东西 那如果你在color后面加xl none 就是没有颜色 那大概是 反正就是在lifestyle等于没有 它就会帮你把框线给清掉 那就会恢复成原来的没有框线状态 ok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其实没有几行 但是其实遇到的话 那就很好用了 这个也是刚好同学问到的 我觉得不错了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的 记得是入门的不是进阶的 我觉得这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分了 反正入门进阶其实两边是相通的 另外还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就是他用VBA去抓了网路网页上面 网路上面的很多网页 一个网页就放一个储存格 一个网页就放一个储存格 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这个问题 就是他只要这个网页的某个部分 他不要全部 因为你抓下来是全部整个网页里面的所有内容 但是里面他要的是这个网页的某个部分 那你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你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边的话 有他有从web 有手机的什么 他应该就是有他的逻辑 印象中好像这个是 好像不知道哪一家 叫好像是 还蛮大的一家公司的 然后他们会需要从网页上一个一个的把那个网页里面的东西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抓下来有html 那其实当然这个也是用程式把它抓下来的 你可以写一个如何从那个网路上抓 那其实有一些网址其实他都连续性的 你只要设一个范围 他就会一个一个帮你把它抓 抓到一个个储存格里面 但是他抓下来之后他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只需要哪个部分呢 他只需要中瓜湖 就是这个怪怪的中瓜湖的里面的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一个这个储存格 把它往下拉一点 他只需要什么 这里到这里 以外的都不要 他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一个字串 放到这边来 这样就好了 好 那你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就必须怎么样 Ctrl C 选取Ctrl C 贴上Ctrl V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恐怕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的 有没有 那这个部分的话 感觉好像又没有办法用什么V路牌数 那种查表 还可以查一查就可以查完的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用什么方法 那我这边有提供几个方法 如果你是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怎么做 如果你用VBA的方式来做 怎么做 OK 另外他还有更复杂一点的 就是说 后来我帮他用函数做 那我用了两个函数 一个叫MID 一个叫Find函数 MID 加上什么 Find Find函数 不知道各位用过 这两个函数 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件事 那不知道各位熟不熟这个 尤其是Find MID应该都有用过 那MID实际上就是说 从这个字串里面的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 那就是这个位置的后面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字开始 然后取到哪里呢 这个字的前面 所以呢 我只要Find的话 Find什么 Find那个中瓜五就可以了 理论上当然就是Find他的位置 跟他的位置 所以我需要Find两个 然后呢 我要找到他 可是我不是从这边开始 我要从这个开始 所以就必须他找到的位置再加1 不然的话 就会连这个也把他抓进来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其实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我要找的 这个是我要找的后面 那我把它放在C1跟D1好了 那比如说 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从那个文字里面的Find 那各位可以找到Find函数 里面的话 FindTest 就是你要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 放在F1一下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Wis in 在这个 145 找到145 那找这个的话呢 也是插入函数 那最近使用过的 Find函数 也是找这个F1 F4把它锁起来 Wis in在哪一个 在这里 210 好那你有一个 头一个位 那 这个地方怎么做 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 用文字里面的MID 对 然后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通 这个文 这个里面 从这个字的后一个字 因为这个字 指的是这一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没有加 应该要加1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加1 他会连那个瓜糊 也顺便 把它 就是 加进来 然后呢 Number chart 就是你要几个 就是 这个是 这里 然后必须扣掉哪 扣掉这个 但是 问题是我今天 位置不是在这里 应该是在这里才对 所以必须往前拉一个 减1 之后再减掉这个 所以公式就是 减 把这个位置 一样 把它往前一个 减1 再减掉 他这个的位置 按确定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就抓到了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 先填满 然后 当然填满 因为这边还没 那把这个填满 那把这个也填满 那这边他就自动 会帮你把它抓出来 有没有 逻辑上大概是这样的 只是说你如何再把它转成 VBA 但是还没完 往下拉 后来我把这个东西 跟他讲了一下 结果他说 遇到 问题一 这个 里面有很多设定 也给你来这样 那怎么办 后来就改一下 没关系 你这个 我有这个问题 就是 设定 跟王子最大差别是 王子 前面一定会是什么 一定是 这个加 一个什么 一个小鱼 那后面的话呢 一定是 大鱼 加上这个 那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上面要找的东西改一下 但是改完之后 我们找到的位置 其实你会发现就少一个了 为什么 因为找到的位置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还是要把它再加一 这个地方 那这边就不用简易了 因为找到是找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的简易拿掉 这个地方的简易拿掉 好 然后把它打勾 OK 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底下看一下 那刚刚有设定 有没有 这个设定就不会错了 因为找的就不是设 中瓜糊 因为设定它第一个字 跟第二个字 都不是那个 网址的讯息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 去抓到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 储存格里面的某个部分的资料 但是它是有规则性的话 那你就要先把那个规则先厘清 然后再去用 Mid加Fi就可以解决 但是 后来它又问了一个问题 所以这问题没完没了 为什么 因为它说 这样很好 但是 有一个状况 就是各位往下 这边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发现 这边 一个 两个 三个 可是这边 只有 第一个 如果 我希望 可以怎么样 把第二个 第三个 放到 这个下面 而且 这边是要帮我换行 Enter一下 换行 那这边再 结束再换行 等于是把那个三个 放在格子里 那 如果你用那个 刚刚的函数方法来做 其实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说非常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需要 用那个 VBA来做了 那 VBA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逻辑 逻辑都一样 只是差别就是把那个 Fy函数 改成 INSTR 有一个叫 INSTR 的一个函数 这个好像前面有 跟各位提示过 黑名单筛选里面 那个范例里面 也有用到过 它的主要用途 跟那个 Fy函数 基本上是类似的 类似的 好 那 只是差别就是说 它第一个 参数 可以是 你要找 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预设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用那个 INSTR 的函数 我可以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 下一次要找的话 就是从它加1 之后再往后面找 那找到这个位置 再把它加1 再往后面找 找到这个位置 再加1 1 往后面找 直到找不到为止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一直往下找 不过这边的话 会需要写一个那个 回圈 就是叫 不过不能用for回圈了 这个时候可能要需要 Do while回圈 Do while loop 那个意思就是说 Do 你要去做什么事 while while是当什么状况 当 找 找到东西 就往下继续找 直到什么 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关键字为止 那就找到的时候怎么样 把找到东西的那一段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再加一个放行 再累加累加 那最后的话 再把结果放过来 这个逻辑当然可以通 可是 可是怎么写 这恐怕动你脑筋 那当然 写程式的乐趣是这样的 一旦你有问题 你就会想要去把它踹一下 把它写出来 那如果像我大概 我一回想 我大概跟你们那时候 阶段差不多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做 一个晚上 这个问题没写出来 我还是 这个 会很想要去把它写下去 直到写完为止 不会还有热情 如果你有这种热情的话 你不怕写不出来 不怕学不会 不过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 那当然至少就是说 你至少知道 那怎么做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边提供给各位 最后的解答好了 那那个解答 其实就在哪里 这边有个叫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 你把它展开 刚刚讲的东西 包含fine的函数 有没有 这边 一二三 这边都有 然后VBA的部分 就是 这个是只有抓第一个的 那底下的话 是抓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说 他可能两个 可能三个 可能四个 那关键点在哪里 有没有这个地方 Do why 不过这个可能对各位来说 难度真的比较高 会有个loop 跟4NAS 4会有NAS Do why 会有个loop 然后 条件的话是当他 找到了 因为找不到是等于0 找不等于0的话 就找到 找到的话 找到位置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然后怎么样 串接 加一个 这个是指的是换行 然后把他串过来 那并且把他的位置 i-star指的是 他的位置 让他加1 如果你不加1 他又从头找 ok 然后呢 把他再继续往 后面找 知道找不到位置 找到之后的话 就输出 那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 比如说 Ctrl C 假设说我今天要完成 刚刚的这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非常简单 如果你懂了VBA的话 你知道 就直接把那个 我们刚刚写的程式 但 我建议他 你还是要有乐趣存在 你不要那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东西 因为你感觉好像 哇 如果你懂VBA 真的是 可以把你的效率 提升 不晓得多少倍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那个 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插入一个什么 模组 然后把那个 刚刚的程式贴上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 看你要不要加个按钮 不加个按钮的话 那就直接执行 执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直接执行 那 建议如果你看到 DoFile的话 最好不要直接就按这个 因为怕有时候会怎么样 会 跑不出来 他会有无穷回圈的可能 因为后面的条件 如果一直没有发生 他会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 找不到为止 那他永远跑不出来 就变成无穷回圈 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 所以 最好是射中乱点 执行到这边 然后确定一下 他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 Instream 有145 他表示往下 那比如说一个 然后他找到145再加1 就往下找 往下找 那就找 就一个而已 所以他就跳一个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往下 第二个 第二个你会发现 他有两个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跑第一个 跟第二个 那以此类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全部执行 好 瞬间有没有 全部的东西 就通通帮你做完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刚好在那个 入门班有同学提到 这个问题 这个 如何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函数的话 是me的函数 加fine函数 那如果是VBA的话 记得是我用的那个 也是把fine函数 改成这一个 那me的函数 一样是用me的函数 他的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是只抓第一个 这个是抓所有的 不管有几个 那这样你可以比对一下 两者有什么差别 如果只抓一个 你会发现 他不会管说 从哪边开始找 利用这个instreet函数 他以前我用的比较熟识 做那个全文检索的部分 全文检索就是说 你现在的关键字 你要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所有的关键字的东西找出来 并且换个颜色 那就可以用instreet 那一直往下找 找到之后 继续往下找的逻辑跟这个一模一样 只是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两题 在那个我们的入门的部分 入门部分 那这个是额外的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不妨自己再玩玩看 这一题跟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